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阳哥 太阳哥 翠儿 爱你 翠,你还好吗 海哥哥的伤,还有在饭吗 没事,没事 最近佑迪每天都在照顾我 有他在照顾我,你就别担心 他把各种真奇药物送我过来 谁 是你 我有皇上的消息了 真的 他应该在常威那里 可是将军服那么大 我要上哪去找他 你应该查一下常威的书房 谢谢你 东厂虽然无能 但也不能任人宰割 我能帮你的就这么多 能不能成功就看你的了 怎么样 郭教授 我去过了 可是什么也没有 是不是那帮人看花眼了 说不准还躲在皇宫里 那我怎么什么也没看见呢 明天传我的令 调集玉林军 把皇宫全部包围起来 我要亲自搜查 这一次 这一次 我一定要抓住高丽 是 好了 没事了 你回去歇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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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爱琴 来 皇上今天进展如何 长爱琴 我这有很多问题要问你 皇上请讲 心无外求 无内求 如何无外求 无内求 这心无外求 心无内求的意思是无欲无求 让心境自然 那锻炼其任育 放下于自在呢 这是使用心境平缓任其发展 不管外面发生任何事 都必须保持平成心 一切与我不关 一切与我不关 让心境超脱于平凡之外 差一切 这长生不老之术 还真挺难修炼的 所以啊 那还只能是皇上一个人成功不是 那是 长爱琴 臣在 朕已经好久没有上朝了 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皇上 现在是风调雨顺 魔胎 不过 不过 皇上 这个 锻炼其任运自在于放下 必须入我两望 才能达到最高境界 对 对 长爱琴 要不是您提醒朕 朕显现又犯错了 对 一切 朕显现又与我无关 要让心境超脱于平凡之外 朕就要让心境超脱于平凡之外 这些奏折 你帮朕看吧 微臣遵旨 blocked 我不得bury 你们 你们 这些奏折 你 这是 这些奏折 哪 有人说情人的眼泪是疗伤的圣药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我愿意把眼泪流干 只为了将来能不再流泪 我不确定我的身体有没有好转 但是这段时光我很愉快 对我来说这也许已经足够 我的每一封信都记载了我们的故事和生活 每次拿起笔 时光都仿佛倒流 过去的点点滴滴又重新展现在我的眼前 不认为了 好些了吗 有你 一切都会好起来 有你 以前我有伤 可是我失去了你 这是无奈的事 现在我虽然还有伤 可是有你在我身边 即使我的五脏六腑都碎了 我想至少我的心还是完整的 可以让我完整地感受到你的每一份爱 我不仅要你完整的心 我还要你完整的人 所以 我一定要去找长生树 让你恢复健康 而且 我还要让天下所有的人 全都能永远健康 就像我一样 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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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里 你尽管我 我一样 我一样 你的佛 我一样 你女人 这就是什么 我一样 哪里 我一样 我一样 你 我一样 你 我一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估计翠儿今天是进不来了 我出去找他 我也去 你不用了 我们只不过是对付常威而已 这常威也不是个好对付的人 无论如何 我和翠儿两个人就绰绰有余了 无言 你就在这儿待着吧 这儿比较安全的 小心点 走 走 走 快点 走 走 快点 快走快走 快点 走 走 别摸摸向上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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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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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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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韩姐姐 走 韩姐姐 走 跟我来 走 潘姐姐 这儿就是常威的书房 我先进去看一下 要小心啊 走 美設 真好 躁 站住 美設 好 姐姐 你没事吧 没事 你跟我来 长爱琴 这正好有问题要问你 你们是谁 皇上 我是朱翠 朱翠 朱翠是谁 我是无忧公主 是你 你也长这么大了 可是你为什么和你父亲反叛阵 皇上 我爹是被冤枉的 你说的都是真的 皇上 常威都是骗你的 他把皇上骗到这里练长生术 他就在外面为所欲为 不可能 长将军一向对阵忠心耿耿 怎么可能骗朕 皇上 你出去看一看就知道现在有多少大臣被害 朝中已经成了常威的天下 忠心之臣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恐怕不久的将来 连大明江山都会成为常威的 不用跟他再啰嗦 快把心语一脱下来 不行 朱不给 不给 你杀了你 姐姐 皇上不可以杀 你的东西我帮你处理 这种狗皇帝留着干嘛 这种狗皇帝都不杀了 你要是杀了皇上 那就如了常威的愿了 常威如果反叛 可就苦了民间苍生了 你真的是为了帮朕 我是为了朱家的江山设计着想 皇上是要江山还是要长生 这两个都要 怎么可能 你没了江山怎么还可能长生 你以为常威会留着你吗 你有什么证据吗 没有 那朕怎么能相信你 好 那请皇上在这里等我 我一定会找到证据 李大人 你干嘛 走 郭总 起来 你要把我叫老人 起来 郭总 你这是干什么 你把我推到这里干嘛 这要是皇大将就知道 我老命可就没了 李东阳 皇上 为什么参见皇上 他们说常威要谋反 是真的吗 皇上 这是我不知道 那侯阳王是被常威和曹宇陷害的 你知道吗 这些我也不知道 李大人 你作为三朝老臣 世事不求无功 但求无故 你知皇恩于何地 你明明知道常威谋反 你还装蒙作业 只会保全自己 你已经犯了欺君之罪了 皇上 这种不畏国不畏名的人 你还留着他干什么 杀了他算了 好 那我帮你杀 反正我已经被吴高成反贼 多杀一个也无所谓 公主 你不能杀我 那你赶快说实话 不说实话 我真的杀了你 我说话 我这也是迫不得已 大将军 什么事啊 昨天晚上有几个护院的武士失踪了 大勇 大勇 快走 将军 增加康复林园 严加防范 是 长江军到 葡营 大勇 长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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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 人都到齐了吗 李大人生病 他还没来 不懂他了 现在宣读圣旨 他再暂时 奉天承韵 皇帝赵约 查 路同郭顺 乃曹宇一党 徒谋反叛已久 曹宇复法之后 依然不思悔改 企图联络朝中大臣 共商谋反之事 是乃罪不容诛 应立即斩首示众 这只老狐狸 亲子 冒犯了不是别人 就是你强将军 冤枉 恐怕皇上不愿意看见你这种二心之臣 这只老狐狸 朕一定要杀了他 皇上现在还能杀得了他吗 那朕该怎么办 现在的京城中与常威有矛盾 并且没有完全受常威控制的兵马 就是桑董的东昌解义位 那就去传桑董 皇上这样明目张胆的传桑董 桑董没有见到 常威已经带着他的兵马过来了 那该怎么办 我觉得此事应该秘密行动 皇上应该找一个信得过的人 带着密诏去见桑董 可是现在还能相信谁 我现在就给你密诏 你去传桑董 算朕求你了 你是皇亲 你是朕的皇妹 你不汪朕 谁汪朕 皇上 那你现在想救我是你的皇妹来了 那我爹死的时候 皇上在哪呢 朕对不起皇叔 也对不起你 朕一定给皇叔平反 那还要请皇上答应我一件事情 什么事 说 把金银银还给人家 那怎么行 长生不老之术只有皇帝才有 朕没有还算什么皇帝 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看皇上是要长生还是要江山 你不用逼朕好不好 我并没有逼你皇上 你为什么到现在都还不明白 生命的长短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你要把握有生之年 使江山牢固百姓安康 这样人民就会永远记住你了 活在外民的心中就是真正的长生 好了 罢了 朕答应你 大人 桑德的锦衣卫全部出动了 什么 桑德把东城的锦衣卫都调出来了 他们想反了不成 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叫包大勇 让御林军集合 是 是 你一定要调一下 找到朕一点 挺ISE ا 皇上 多行不义 必自毙 你今天逃不出去了 不会死 我当皇上我要长寿不老 还我金鸣 长将军 时势又变了 我当初真应该杀了你 可是现在该死的应该是你 反复无常的小人 可我杀了你 皇上 公主 公主 我 常威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长威 你欺上瞒下 害死颇阳王 虽千刀万剐 不足以解阵 心头之恨 桑董 将他拿下 岳王 你应该是不得了 要是不得了 你应该是不得了 让你来 拿下 你应该是不得了 挤手 毛子 皇上 你来了不想让常威慢慢抄斩吗 常威 害死了我爹 还有长毛 可是皇上应该以人治国 已经死了太多太多的人 不要再死人了 公主 认识的皇妹 朕一定要注重地封赏你 我不用什么封赏 只希望皇上以后多注意朝政 不要再发生练死的事情 两位侠侍 你们要什么样的封赏 谢谢 海哥哥 谢谢你 我们终于拿到金鱼医了 有了金鱼医就可以治你的伤了 对 你说的都是真的 皇上 威臣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你 你为什么不早说 你换了阵多小大事 这个杀了你 皇上 皇上 我一看找不到你 作为臣子 你应该舍身取义 真的要想见朕还能见不着 皇上 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 万一被常威发现了 恐怕我们都逃不了 对 这样回去 皇上 你不可以走 万一被发现 就麻烦了 常威会召集天下所有兵马 到时候大明的江山就完了 那该怎么办呢 皇上 我有办法 海哥哥 你怎么来了 怎么是你 你还是来呢 我放心不下 皇上 常威的事情你交给我 好好好 谢谢你 这一定好好封赏你 草民不要什么封赏 只希望皇上以后专心朝政 造福天下百姓 好了 现在金玉音我们已经找到了 就剩下宝图了 可是我们又要到哪去寻找高丽 这一天 这么长时间以来 高丽一直希望不到金玉音 现在金玉音在我们手里 我想她应该不会上八班修的 很可能她就在附近 即使我们不去找她 她也一定会来找我们的 可是要从高丽手中夺回宝图 真是太难了 她的武功太高了 没关系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一定可以打败高丽都会保图 赵兒 你自己多保重啊 嗯 谢谢 你不用担心我 其实我倒是担心你们 高丽灭了那么多武林门派 得到了无数秘籍 博彩各家之长 功夫真的深不可测 要从她手里夺图 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我知道了 谢谢 崔妹妹 你变了很多 有吗 变得成熟多了 尤其在处理皇上这个问题上 你真的很镇定 其实 一开始我也很紧张的 可是看到皇上那么紧张之后 我就好多了 总不能每一个人都那么紧张吧 真是长大的 真的吗 我也觉得我长大了 好了 就说到这里 那你们多保重 怎么办 怎么办 没事 黄兄 黄妹 黄妹 你来了 你找我来有事吗 黄妹 你真的要走了 我娘身体不好 我要回去看娘 朕昨晚想了一夜 朕想了很多 朕终于明白了 朕以前真是太贪得无厌了 不过圣人说炎回无耳错 朕虽然做不了圣人 但还可以做炎回报 皇上真的想明白了吗 明白了 朕真的是明白了 可是 可是朕现在仔细想想的 越想心里越慌 朕身边的人已经不多了 那些忠臣良将全都让曹羽给杀死了 曹羽被平之后 常规又在作乱 这现在满朝 不知道还可以再相信谁 黄妹 你是朕的情人 又能闻善悟 你不如前来辅佐朕 替朕分忧吧 怎么 你不愿意 我 黄妹 你难道就忍心 看着我们朱家的江山就一天天的衰败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为了什么 只是我在江湖上待得太久了 我虽然长了不少见识 但是我习惯了一个人 所以恐怕 皇上你竟然想效仿唐宗宋祖 就需要记住一句话 水能在舟亦可复舟 其实 我也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 和其他的老百姓并没有什么区别 国父明强 明强才可以国父 皇上如果为国为民 密经图治 我不管在哪里都会帮皇上 老百姓也会帮你的 到那个时候 不管遇到什么大风大浪 皇上都会碍然无恙的 然后拥有 every feast 各位 我得到消息 常威,已经死了 是公主给我们解决了大危机 三道主 非侄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请讲 自从公主走了以后 这岛上一下子就安静起来了 你的意思是说 公主是这岛上的艰辛 请三道主明断 这个不一定 如果有人故意栽葬的话 他完全可以趁公主在的时候动手 而公主一离开 他自然就会停手 好了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咱们不提这些 没想到 坠了这么久 连一点下手的机会都没有 高丽太狡猾了 不过我想机会总可以找到的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一天比一天好 好 让我看一下 怎么更严重了呢 没有 我真的觉得很好 到底怎么回事 可能是 这个伤已经太久了 一时间难以恢复还原 不 不管希望多么渺茫 我都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医好你 来 你穿上它 没有金属 金玉衣也没有用 穿上试试 不管怎么说 金玉衣都是西石珍宝 说不定有用 来 穿上它 没有时间了 还要追高丽 穿上 你就照着上面的文字练习吧 可是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 我自己去追高丽 不行 什么不行 你以为我们两个去就没有危险吗 两个人去都有危险 可是我们可以刀剑合璧的话 就是打不过高丽 至少我们也可以利于不败之地 你是说刀剑合璧 不行 我想过没有 万一不小心牵动你的伤势 发生了什么意外的话 那即使打败了高丽 得到了长生书又怎么样 那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我明白 可是要你一个人去 我怎么能放心 你放心 高丽她目的在金玉衣 但是我手上没有金玉衣 她不会杀我的 有 好呢 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 看来大家对我们的敌意还未消 现在主要是刘嫂一个人对我们具有敌意 其他的人据我了解 对我们的看法还是不错的 风雨 不如我们找个机会 把刘嫂杀了算 我想这个刘嫂跟高丽一定要很多的勾结 说不定高丽给了她很大的权利 要不然她不敢如此的嚣张 不知道高丽对我们的了解有多少 杀了刘嫂说不定会打草惊蛇 好 那我就对刘嫂再观察一段时间 明儿 翠儿该回来了 是吗 你准备怎么样解决自己的事啊 什么事 跟翠儿的事 我还不知道 翠儿是个好姑娘 是吗 往后 是 是 的 是 还是 那些钟 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老先生 你是谁 老夫并不认识你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 原来你也是孔圣人之门生 大娘的 我只会这一句 不懂得什么不乐不亦乐的 我知道你懂得天竺觅文 我不懂 太娘的 别人都是不懂装懂 你倒是懂装不懂 你看 这书上还写着你的名字 我已经是个快要死的人了 为什么躲到哪里都躲不掉呢 既然躲不掉 这书上就帮我翻一翻译这张图吧 不翻 就真的快死了 就是翻译好了 也同样会死 翻译好了 我干嘛要杀你啊 你们这些人当我不知道啊 这个 你说好 上面的字我都认识 你可以放心 你倒什么都懂 这样啊 就省了我很多心了 谢谢 爹爹 姐姐 姐姐 大娘 琴琴 文明哥哥 画上姐姐 不好意思 又说累了 我很好 真的没事 你看 沧桑了一点 你不会是想说我老了很多吧 应该说是成熟 是稳重了一些 我老大爷 毕竟经历过这么大事的人 成熟了 谢谢干娘 我娘她怎么样了 我带了御医来给她治病 姐姐 我娘她怎么了 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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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的 不会的 她死了 为什么会死 怎么会死 我死了 爹 娘 你为什么不得我回来 你知道吗 我为父王平反了 我也报了仇了 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